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今天粉丝给我打电话说 想要一条灰色的东德牧羊犬 今天我联系了一个朋友 那么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 不管再晚,咱们也要去把这个狗给粉丝看好 好,现在咱们出发 天色比较晚了啊 因为是晚上的十点 路上的车还是不是太多 那么我们需要跑三四多公里 咱们来到这个地方 咱们联系了这个小哥啊 前面那个骑电动车的就是这个小哥 咱们马上跟着他 咱们带到狗场 这边的话都是玉米啊 两边说的都是玉米 因为狗场比较远,比较偏僻 好,现在咱们到了啊 咱们刚进门 咱们看到的这是一条 两个多月的一条灰色的一条东德 这是一条小公犬 那么今天呢 咱们给粉丝代购的是一条母犬 来,让小哥把我拿过来 哇 这条目前比那条要大一点啊 现在是两个多月 疫苗已经做齐全了 我刚才问了小哥 小哥说这条卷啊 大致在15斤左右啊 15斤左右 看吃的多胖 好,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啊 有狗一直在叫 这里边还有两条太极色的 那么这两条太极色的 全是公的啊 两条太极色的 耳朵现在已经立好了 好,这边也有啊 灰身灰色的洞德 斯宾格犬 狼青 这是大狼青 好,这边啊 也是斯宾格 那么这个小哥 他主要是养斯宾格为主的啊 这个双血统的金毛 这边也是斯宾格啊 斯宾格确实很多啊 哇,这还有一条啊 这全是斯宾格 他这里边还有好几条会科目的 因为今天天气太晚 所以说咱们改天有时间的话 让小哥给咱们训一下 那么来终点来看一下这条小公犬啊 现在两个多月 耳朵立的还可以 这条犬和刚才那个比的话 它比它们稍小了一点 那咱们话不多说 因为天太晚了 小哥这边还忙了一天 那咱今天拿的话 就把这条母犬啊 给咱们的粉丝拿走 哇,这天气太黑了啊 这边的话 小哥这边还养有几只羊啊 你看这个红薯啊 红薯叶 这边都喂羊的 这边一直在浇地啊 地也比较湿滑 那边话不多说啊 直接让小哥哥啊 把咱们的狗直接装上车 啊,这边的路灯开着呢 还好 好,来看这条啊 咱们把车门打开 直接进笼这里吧 明天早上啊 一早就给他粉丝发走了 晚上要在我那边度过一晚上 真把笼门给他扣好 对 来看一下啊 来,看这小家伙 啊,钢筋龙还是有点不适应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好,今天啊 就带大家看这里 你们想看什么狗留言 好,你们下期再见 呢,我们下期再见 好